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老师给我们十个建议 我觉得以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老师的建议很中肯 我一点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你晓得我来解读 因为我跟民运朋友交往很久 我们台湾很多民运朋友去访问 某些民运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你在台湾的话 你可以评论政治 但是你不能参与政治 而且你不能到派系去 我们也有民运朋友在电视台上 每一个人跟人家吵架吵起来 这个现象不好 你批评都没有问题 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想王老师批评的态度一定是一个 就是说比较有这个爱心的 这种关心的这种角色 我想在座的话 有没有人听到不舒服的举手 没有 真的没有 有不舒服也不舒服 那现在我们当 我看到有人就 已经在做笔记了 一定要有问题 跟那个王老师交流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就是说那个Q&A 我们这个前主委 王主委 大家就是说 尽量提问题 我请问王老师 说中国现在好像习近平要抓权 抓很厉害 你认为共产党还可以统治中国几年 几年 你需要我具体到月份吗 所以说我还是建议 其实提问就站在原地提问就好 我说提问的话 就在原地方站起来 好好好 提问就在原地方站在那地方 要不然走到这儿 我好惶哭 还得炸起来 讲话声音大一点 我们都听得到 谢谢 可能中共能够给你 我没办法确切答案 给你确切答案 我觉得才是个恶人的 等于是P&A 我真的是不知道 这种集权的体制 其实你想想 2000年 台湾政府的问题的时候 阿兵是不执着的 我们都知道阿兵是自己完全没有想到当主的 就是威权和极权政府的 仅从历史上看 所有国家都这样 都是突变的形式 你事先是没关意料的 前苏联和前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是这样 这一夜之间就倒了 你看苏联法的那个支部坏 完全就出了意料 这是制度你所决定的 因为这个 这个检设起来很复杂 其中有一点就是 它信息封锁了 非常严密 所以里头发生什么事物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一直的说 共产党统的这么多年 我的决定就是说 统治二三十年的可能性是有的 明天就出问题 出事情就罚的可能性也有 对 当然你可以说我这个回答很狡猾 可是集团制度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没办法在家做的就是预测 那么作为台湾也好 所以我们中国反对方也好 我的观点就是说 我们预期花基金里去做这些预测 然后你再预测失败 但是丢了块给 不如说 你不管它本来怎么样 你就现在去做好各种情况的储备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一颗红心两个准备 比如说我现在就这样 就是我一方面 但是我现在回来成立中国反对他的智慧 我们就是朝两次内阁发展 说难听点讲大话 我们就准备结枪送给 如果可能的话 但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真的回不去 我就在华盛顿也好 在这儿山津也好 也过得很舒服 我可以回归我诗人的本色 谢谢诗 这个准备我也有 所以不管中国怎么样 我觉得我两个准备都做好 中国变的准备我也要做好 变的准备我也要做好 我建议台湾也要这样 变的可能性都做好 我想这个趋势是这样的 暴政必亡 来 帅哥 就在那边讲 在那边讲 第一点我非常觉得 嘴炮这个事情非常认同 如果你问这边说 有谁愿意把他小孩 孙子送去打仗 任何一个台独的人 或者怎么样都不会愿意的 所以 可是我刚刚 在你的问题里面 我就有三种问题 第一个你讲的是历史的问题 所以历史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你跟我政治的问题 很难解决 1949年 你讲这个的问题 你讲这个问题 你讲这个 还有一个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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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 能不能repeat 那个问题再重复一次 就是这样子 好 我的问题是这样子 现在讲的话 看成13点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的问题 因为历史是认知的问题 加上认知的问题 所以1949年的认知的问题 很难解决 第二个问题 我先讲是政治的问题 因为政治主要是对政府 期待的问题 也期待我这个政府 包括做事情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 十个问题 有七个是社会学的问题 社会学是一个自我看成的问题 那你刚刚讲的 经常是 台湾 台湾人 这叫建议我讲事情 台湾 跟台湾人 台湾人 是这样子看成 台湾人 很喜欢知道 像我每次跟台湾人 约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时候 不算知道 你刚刚讲的是 这个 那你刚刚讲的时候 这个学校的 不愿意去认知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的问题 因为在他的价值观里面 不觉到每个都一起去认知的问题 所以并没有真的 假学金 可以认知 像每个人有一个认知 每个人有一个认知 我觉得 确认是很认知的问题 所以 台湾人 是一个字 主要认知 认知 就是一个所谓的 自我平衡的问题 那你觉得 怎么样 跟台湾人这样是想的 那怎么样 跟台湾人这样是想的 尤其 台湾在一个 台湾的社会文化 是一个所谓的 恐怖自治文化 尤其是道教文化 道教文化 是要挺长背内话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讲的是说 怎样跟台湾人这样是想的 或者是说 有办法有一个 和平性的文革吗 在台湾的社会产生 所以才可以解决 你能够解决的问题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完全素敌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有台湾的问题 有台湾人的问题 我还是觉得 每一个国家社会都是中国人 组织的 其实我通过是人的问题 对 普遍的人的素材 到我们的国家的能力 组织就高 对 所以规定这个问题 人的问题 就是这样 那就是教育 人们是教育师的最根本的 因为 这个就是我来的理想 就是 今天台湾的一个很大的社会 就是台湾的教育 我们的目的 我们今天台湾的大学 根本不是大学 按照了美国的路程 我们就是工学院 技术学院 和学店 用教育 我们之前还是从台湾 最好的大学 从现在没有 就是台大校的 叫管中民 是个 你觉得的经发会 有主位 从台大开始 我两个大学 我很少看到 哪个大学校的大 真的是像一个大学校的大 大学校的那样 把大学 当中是台湾人的 人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把大学 因为用技术的地方 还用技术的 顾客的一个 我们生科 旅行科的一部大学 我们校长最在乎的 不是说 亲大的学生 是不是真的能够 后合彩务啊 是不是真的能够 具备公民素质啊 是不是真的有各种 图示下来的 他在乎就是说 第一 毕业之后 找到工作 找到好工作 第二 找到好工作都能干得好 所以当成立体 挑战教育部长的时候 我们校长说了 要不然这样的学生 以后到了公司里 赶讨账出馆 怎么能够在公司再讨呢 如果新大的校长 都这种性质的话 当然教育不出好的人 我的意思还是要 就是台湾人的教育 一定要从大学校 从办学品面上 去做一个很大的改变 今天台湾人的大学 我可以说 没有一个大学 符合真正的大学生意 基本上是一个职业培训学校 包括台大学 都是为了培养学修业 美国的大学是这样的 我在英俊也带过 大学也带过 这两个大学不是这样的 基本上 你像我们的科学设计 它其中的很多目标 就是很多世界领袖 反正做什么都做不了 它要交给你一些科 让你能够登上世界领袖的题子 它没有一个大学 可以说念 没有一个大学 我不能说绝对太学 最少我看到的大学校 没有几个人跟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 对任何的学校 它是发展的工作 还是最重要的 像台湾的教育的定義跟你不一样 因为像台湾的教育 是重视什么 重视人文科学的 重视文科 重视工程科 重视科 重视科 像哈佛也好 牛津也好 是重视人文科学的 那是怎么改变台湾人的想法 对 因为我都说 大家一定要做改革 像台大战学校 应该是人文科 跟刀岳上 因为这个大学校 现在起来有问题 有没有发问 其他人来 这边有卖东西 那边有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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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关心 我们的民政党 政府 尤其是 参与民主党 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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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共党 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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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 但是這很訪問問題 所以不要說太總 舉一個比較 特別的 的歷史 走 今天 太總統特色 陳水平總統 你認為 他的民調會上來嗎 還是會下去 民主黨的前途 台灣的建築有什麼樣的 impact 這個問題 多問幾個 請回答 多問幾個問題 請回答 稍微記一下 三個問題 太亂了 一個一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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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間 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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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們怎麼做民調 做一期下降 我剛才已經下了十個建議 沒有十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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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即使 今天 所謂的民進黨政府 民調下降 因為我 我當然也 應該幾個月 但是 這時候我在看 的時候 都不覺得 那麼可怕 那麼擔憂 任何一個 直升的團隊 只要你直升 一定沒有下降 你很少見到 連美國都不是 你很少見到一個美國總統 上任什麼民調 都上去了 很多人都幫忙說 民調依靠速度 因為執政的運動 是這麼高 所以我覺得 民調下降 最近這麼長的現象 沒必要太多擔心 真正 比較擔心 跟著神主開始 之後的那種民調 包括馬上到十月 那裡 現在是傻子 那個人調 那個才更放心 至於說 現在 民調下降 大半個年 這個情況下 民調下降 我覺得一旦神主開始 開始了 各方面開始規律的文化 這個事情 其實我認為 一直都做下去 這是第一 第二 大家真的不管在什麼地 我沒看到其他人 除了賴賴賴一般 我沒看到現在這個人 比他們更高的 如果大家知道 這是民調的 我認為就很一一一一一 民調確實是 執政之一路走來 常常遇到很多 多多的地方 低低的狀況 可是 他真的是 很管他做的 多多不好 你還會有一個更好的對手 可以來去選擇 對吧 你們拿著 胡敏黨 像胡敦俊議員這樣 胡敦俊議員這樣 胡敦俊議員出來選 他不是只能讓胡敦俊議員 拿到胡敦俊議員 實在這一點 實在是現在立法 也完全足以威脅到民進黨 所以他的民調 其實這才能夠 他第一個人的 就是我們 我又是民進黨 所以我阿伯也曾經 在民進黨 或者說 我們民進黨 完全從這個朋友的角度說 我也希望民進黨 我們也希望對他去挑戰 包括胡敦俊議員 好好做 也行 應該要去選擇他 可是現在 他的民調在什麼 我覺得 就是 沒什麼可以看的 這一點 我就覺得 以我的觀察 其實不要去擔心了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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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要做太恐怖 我只能做人 觀察全班 這個發展 我猜 特赦全區 對參與民調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也不會一下子高很多 也不會一下子低很多 這個議題 已經說了很久 到了一定的時刻 我個人的猜測 陳氏 陳氏完全全的猜測 我個人的猜測 如果有兩位 總是已經被 起訴 是被送進監獄 然後政府說 前任總統 都特赦了 來馬中立特赦 甚至把 阿伯也解決了 也是有可能解決辦法 但是不管是有辦法解決 我們這個議題 已經是討過的重點 阿伯是我們議題 再怎麼討 已經不會影響 現在參與政府的 不會太大 成功的問題 參與政府的一定 我認同 個人看法 來 陳氏 陳氏 首先我要肯定 王丹老師 對臺灣 從一個outside的角度 對臺灣提出的建議 我覺得這件事 非常中肯的 我現在要問的三個問題 是屬於比較柔心一點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 王丹老師 你的理念更靠近 評論一下 第二個 在所有的華人社會裡面 如果王丹老師有機會去選擇 去居住 你喜歡住在哪裡 第三個 如果說 你有機會從這的話 你覺得 你適合作為一個工作 我會不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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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你們 我會去取得你 第一 我當時說的不太多年 我也不太多 這種農業 最少 以我來說 在台灣的愛情 我一人就要靠近民進行黨 我怎麼可能靠近國民黨 沒有什麼靠近 我不是成了笑話 所以只有民進黨 沒有要靠近的 因為那個是絕對不可能靠近的 但實在這點是鋼鐵的 也常常 所以 就裡面 民進黨是 當民進黨的運動出來的 然後也做到 這件事 從八十年到七十年度 完全是一樣的 像民進黨 現在的民進黨 政策都差 政策都差 都是跟我聯繫 相差 不太大 也是從水運做過來的 所以不管是人情 從理念這方面 我當然都是跟民進黨 靠得比較近的 我歷來一部 我都說 我是舔粒 我也常常常生粒 我可能說 至少是屬於想定學者的一句 第二點 如果兒子 讓我選擇的話 我必須來改善養酸的麥克風 但如果可能 我當然想回來更容易 因為那種出生長大的病患 而且中國現在還沒有這個文句話 如果是我想做的 人類的生存有意義的事情 我當然覺得 最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當一個不自由的地區 如果對它自由 相對來說 對中國現在更容易自由 那對我來說 如果能夠回到中國 或者推進那邊的電話 是人生命的意義的體現 也不是這個情感 如果我只能享受的話 當然是選擇臺灣 對不對 健保部份的便利 不像臺灣 不像美國現在健保 都快到一千了 對不對 臺灣健保的便利 然後發力這麼美好 都準備在發力上房子 反正說 我還是想做這個事情 咱們第一個選擇 只要能夠回去 我還是對 而且 我覺得 既是我回去中國 也必須在時候 我就是 心裡沒有臺灣 因為我當然就想 如果中國變得更好 臺灣 對臺灣也學好 做的事情 我都覺得 我可以通過這種 曲線就說的方式 去暴力 暴力 就讓中國變得更好 第三個 如果我行政 的話 那越大越好 這個大大 總統是最好 我說了 我能夠保證自己 不腐敗 如果中國以後 有這個機會給我 我當然會覺得 因為我背後還有六四 動作詞 在背後支持 無聊隊的體驗 我覺得 不可能挺你 對 如果只要有這個機會 我當然會站出來 對 結束 胡成長在英國的那種 統治 然後去建立一個 新的政策 三塊錢 我希望你得到 胡成長在英國的那種 這種 支持者 繼續在來 如果再看 到時候去建設 你一定要做 如果有這種 的話 那你對你 烏爾開心後來 他不願意進卷 你有什麼 他太進省了我的 沒有 他現在是台上 的 我是不是 他其實已經是 台上的 這不是台上的 他拿著 台上的 他有這個 他有選的 去參選 而且他以他的 中國的經驗 我們覺得 如果真的能選 烈北或者是 復興出去 也提供些 對中國的同台黨 是意見 也非常不舒服 是的 那其他就是 什麼意思 OK 我們繼續 首先謝謝 王老師 對台灣的建議 有時候 忠言利 Google 博訊 我們都需求接受 您剛剛說 你在 中國寧夏夜市 有個小學 叫彭奈博証 對啊 我就住旁邊 我就是那個小學 畢業的 我們有這個 還點緣分 不過言歸正傳 我具有個觀察 就是在海外的民運認識 一般都是比較 是根據一個 希望中國能夠 達到一個 民主 進步的境界 所以一般就是 根據這個 大中華 統一的 最後境界的 這個 這個 設想 在進行 所以以前 民運認識是比較 我的觀察是比較 支持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是一個比較 比較有規模的幫派 就是 要統一中國 來講 是一個比較有規模的幫派 那 一般民運的人 是想要接種 國民黨在台灣 當作一個 就是一個跳來 能夠達到最終就是 中國民主化的 但是後來 當您在 所以你一開始到台灣的時候 也是比較主張統一 你的概念裡面 但是到2014年 太昂花學院之後 你發現說 這個台灣很多 這個年輕世代 跟大陸的 中間的界底 這麼深 這麼 格格這麼深 那時候你才想說 台灣應該有 自己決定獨立 這個 這個權利 我想 這是我的觀察 您等一下可以分析一下 對不對 所以說 這一點 這一點 你就覺得就是說 在太昂花世代 他們對 而且你剛剛建議的 第一點就是說 太昂花世代 對 2014年 民進黨的選舉 有一個非常大的 重點 我不是抱著一件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 第二個問題 我就 回到這個 中國民運人士的這個立場 如果說 您剛剛覺得就是 太陽 如果說太陽花學 不願意為台獨去上戰場 變成是嘴炮的話 那我想回過頭來問說 民運人士 對中國達到民主進步 有什麼藍圖 有什麼milestone 你們現在的計畫是怎麼樣 不然的話 還是變成嘴炮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先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 剛才我第一點要做一些澄清的 我不要具體針對某個個人 但是我知道在這裡對我的一些誤解 是因為 那位美籍的華裔民主在民視上 去講的一些 說我很多年前支持平一 這是完全捏造 沒有這問題 十幾年前我曾經講過這樣的原話 其實都可以查得到 我說如果台灣人民都認同一 那我樂見其成 這是我十幾年前曾經講過的話 連這個話 今天來講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多麼大的錯誤 如果台灣人民共同就是要統一 我當然樂見我要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吧 但是到了今天呢 我覺得已經過去十幾年了 我就像您說的 我自己觀念也變化很大 就是我在台灣的國際交通事務 接觸這麼多年輕人 我已經知道台灣的年輕人 即使中國民主化 也不願意同一了 我覺得這就是一定要我尊重 所以我現在的立場就是 台灣人民的 台灣的前途 台灣5,700人民決定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謝謝你 所以我覺得 這個議員曾經原來本來就是 支持統一的觀點 但是第二 後來還是有些國際民的對話 就是更可以去尊重台灣人的意願 當然就是 我覺得每個人 隨著時間的發展 都會有些觀念上的 不斷的修正 二十年前 也有很多台灣人也是支持統一的 現在也支持獨立了 從歷史明調可以看出來 何況我們中國人 這個要給我 這個逐漸修正觀念 還有這個機會 而不能去 在中國十幾年前的那麼一句話 把我打成同派 我覺得我民主就這麼大 其實是拍到了 第二 我覺得 你們剛才提到的說 海外一些民運人士 比較支持統一打通華 我聽到很多這樣的批評 說你們民運人士 搞民主 為什麼要統一 可是我很想說 誰能告訴我是哪一個民運人士 都說他自己統一 誰能夠告訴我是哪一個人 沒有 這是一個不知道哪來的一個有 沒有 我認識的中國中國的前輩 像吳平 王君濤 朱生代 像同彪 還有各位聽過的余杰 更不要提曹唐青 林寶華 我們看到的都是支持台灣人民 自己的意外 我敢肯定的說 今天韓民的絕大多數 是願意尊重台灣人民 舉行自己的意外 跟我是一個立場 所以我不太想打台的這種 一般的印象 所以當我提出問題 我一個人提出 配分組團 我舉個具體的例子 誰 其實舉出來的 沒有 因為沒有 所以我藉此也正好也 重新一下 因為作為民運人士 當然還是願意支持任何一個地方 民度自覺的 這點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說農業人士 要我就是主炮 但是 就是我現在的規劃 就是我 當然我可以在台灣繼續很好的交收 那個 逃離滿天下 想做這種農業 為什麼我現在選擇回來了 放掉我的教育 放掉我的固定心 是我建農業 沒有工作 身邊有工作也不好 所以我現在全職 就是因為我們想 成立一個中國反對派 和我們講的一個智庫 是因為這麼多年來 當然我覺得中國的台灣人運也好 中國的反對權也好 基本上有的只是口號 只是對現在 但如果有一天 像我講 中國不確定性很大 如果有一天 中國真的出了什麼轉型的問題 共產黨的政權 受到一種成功的衝擊 要可能接下這個盤子 需要一些具體的正確和制度 當然拿出來 以選舉為例 好了 你要做個選舉 你必須有一個很整理的 實際的選舉 跟台灣兩次三大選舉 是不一樣的 要有實際上 要準備新營業組的選舉 電子投票 還是什麼分區 什麼組織統計 包括美國選舉經驗 等等 我們這個智庫的目標就是這個 我們要為未來的 轉型之後的中國 制定新的政治綱領 而且比較關注的是 民生的委屈 一個國家的維發 不能像今天中國這樣 僅僅是靠投資拉動 應該是靠稅收 中國的市場的啟動點 應該是多少人民幣 這時候我們這個智庫 就可以去做的研究 我們會朝著一個 一個影子內閣的方向 假設我們的執政 去擬定各方面具體的政綱 我們現在也做的民運人士 主張暴力活動 我覺得我也不反對 也有民運人士主張支持西藏 其實我都不反對 但是我們的團隊 因為我沒帶上的團隊 將要做的就是智庫 然後走到政綱 走到準備影子內閣這個方向 那麼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不然我們是在做北炮 我們也許看不到中國政權轉返領天 但至少我們這些成果 如果能夠拿得出來 對未來準備 建造政權的新的力量 我認為也是替他們做了一個準備 這就沒有問題 我稍微回應一下 王老師前面一個講法 因為我跟民運朋友交流很多人 真正現在的話 我以為聽過哪一個民運朋友 真正反對台灣主義的 可能有少數不是那麼支持 但是說要站出來反對的沒有 倒是有民運朋友 因為我從來不 在民運的圈子裡面 從來我不去宣揚台灣獨立的 他們交人久了 久了就是說 知心的朋友他會講 他會主動跟我講 我們做民運的話 如果說反對 台灣要獨立的話 這是邏輯不通的 我當然就回應到這裡 好 接下來就說 大家提問題就請諸位 你 那個不需要深入 年輕的王丹教授 沒有 問題 只有一個 現在台灣年輕人 王丹教授的報告 有黑卡現戰 認為他們是台灣人 這個意思就是 希望領台灣獨立 那麼請教 台灣獨立現在欠缺的 是要在哪方面落實 那有什麼人 或什麼帳戶也 顧比較多的責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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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台灣獨立 謝謝 具體的台灣獨立 要怎麼實現 這個成功是我們可以去 可否建議 當然是台灣獨立 或者推薦您看什麼 今天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具體是 可是 我自己覺得 當然現在有一些 具體跟台灣獨立 會有可能的一些動作 包括重新加入的火 包括修憲等等 包括公投 這個限 這些 還要講 是現實的制度 其實在民進法部 任何以現實的 公投法來講 都恐怕是 沒辦法來實現 因為公投的行動 就是 公投的行動 但大家知道 這個公投的行動 是由令代 沒有把社會要 公投的行動 放入公投的行動 換句話說 台灣獨立 公投的行動 是非常高的 短期內 我覺得 從具體的 修法 和這樣的一種技術 去宣布 這個技術上 我覺得是做不到 阿免也講 做不到 他也做不到 他講話就是實在 但是我覺得 這個主要是走向無力 我不是說 我知識中有反的獨立 可是作為一個 觀察者的角度 我覺得 台灣獨立 真的走向無力 其實從長遠來看 不是在具體的 用哪樣的方式 這些都計算 都可以討論 有兩個最重要的問題 先寫平調 一個就是 共識的問題 他們認為 到底有沒有 走向獨立的共識 當然獨派的共識 一定說 有共識 這是台灣內部的共識 獨派內部的共識 總派還有一些空間的 如果台灣人 兩千三百萬人 都是兩千萬人 支持獨立的話 就不會出這空間 埋入這種大民主治 對不對 就是不會有些 你就不知道 就是 台灣還有很多人 支持 國民黨政權 而且接下來 你可以看到 國民黨雖然 還是所謂的一樣 它還是所支持的 而且還是很多 就是咱個台灣的本土人 站在各個七成 可是藍綠的比例 並不是誰 藍綠的比例 就是儒乎 換句話說 至少兩成 台灣自己的本土人士 支持國民黨 就是台灣內部對立 什麼 如此對立 怎麼做好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一旦開始 對立 你面對到 巨大的壓力 面對巨大的壓力 就是需要 台灣內部的團結 比如說 中國要打台灣 那當然是個團結 結果中國一打台灣 曾經有一半台灣人說 我們應該接受統一 避免戰火 那他們還是努力可行 而這種狀況 沒有人是現在的狀況 就是台灣現在 很無問題的 年輕時代 很大的條件 可能這是二十到二十 他們在人口的結構上 我們土地上 在那裡沒有絕對多數 那三十歲以上的 四十五歲以上的 真正掌握權利的 那些企業主們 基本上是土派 或者基本上都很無事 一派 有很多生命在豬 所以這時候強調 就是台灣現在 總統認識很大 因為台灣沒有 什麼高度的內部共識 所以接下來 比如說 我跟陳明明 這些人 這都是我原來的學生 我都跟他們講 就是說你們要準備 台灣的故事 一個很長的路 這個長長的路 這個長長的路 就是民調 把所有的工作 實在在台灣內 深耕啟蒙 宣傳 讓這個獨立 成為台灣社會 真正認同的故事 甚至不系列列列戰 等到那一天 就有可能 否則的話 就覺得 這是 很困難 這是一故事 第二任何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重要的素質 就是剛才我講的 你台的嘴巴說的意思 就是 你去看所有地方的 獨立的 那些地區的人 都要具備一個 基本的素質 叫做勇敢 你得勇敢 你得很大速度 帶來很大速度 進去 你真的要人去 證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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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是面臨到西班牙很大的壓力 他們也不懂得 兩位都入股氣了 如果真是其次的人都怕打仗 怕股市跌到零點 怕這個發財 那也不要太強烈獨立了 因為這是一定 只要反正中共獨立 一定會遇到的 中共已經在經濟上 把他們打垮了 這也很容易 那軍事上 他們會對台灣 造成致命性的傷害 台灣人做好勇氣 對於面臨對心 如果沒做好 我覺得獨立的地方 也不誠實 所以一個人提一個共識 那我比較希望 我們現在也看到 年輕時代的這種東西 這種認同感應出來 但是郭羅倫的總統 就是不過 我們認同要給他 一個支柱 一個叫做運氣 叫做共識 所以年輕時代要努力地 把他們的理念 越來越來越來越共識 然後年輕時代 以及他們的在下一代 要有運氣 去把這個影響去實現 才有可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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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回到教育的問題 我想在台灣住那麼久 把你知道台灣的社會 是一個非常 非常聽爸爸媽媽 非常聽長輩話的 所以你要娶要嫁 如果嫁給一個印人 剛剛講的 你就不可能了 要嫁給黑人更不可能了 所以 時代變得這麼快 台灣人很多想話 都在1949年 1970年 現在都愛同 所以如果你是台灣人 要改革他的教育 你會改革到 不是不尊重 是說 會不會是不是教育 變成說不應該聽長輩的話 不應該聽老一輩的話 多一點 這樣 謝謝 我當然不會直接這麼講 但是我覺得 因為你答到興奮 美國會有學者說 你要什麼都聽長輩的話 什麼都聽長輩的話 也不會說 不要去聽長輩的話 不會從這個角度去做教育 正面的教育 就是從鼓勵學者 要獨立思考 要做出自己的判斷 就是 你的觀念可以 跟你的分明所不同 我覺得基本上 不是獨立思考的教育 去做 那實際上 還能成立到老家 有很多學生問我說 我當然很想服務 社群運動 可是我家裡反對 怎麼辦 其實我都會 我做好事 還是很狡猾的 教育這些辦法 我覺得就是 你真的要服務 社群運動 如果家人反對的話 你只要做一些別的方面 讓你家長 能夠滿意的事 至少給他平衡 我也不如 照顧我的學生 都徹底對家長決裂 我覺得 我倒不是說 一定不能跟家長決裂 因為人家對他自己的成長過程也無力吧 所以你真的有志 跟我們這個觀眾的人 我覺得你不要在家裡搞壞關係 如果你的父母堅決地反對的話 第一 能說服的好好說服 第二 這些東西也說不不了 你就擱置這個矛盾 但在其他的方面 滿足他一定的訴求 比如說他希望你功課 好那你把功課 要做好一點 滿足他 至少 你讓他家長對自己 會有好幾個不同的訴求 你至少在一兩個人能滿足他 然後其他的你再忍耐他 這樣他們不要聯繫下間關係 我回去這樣說 建議 謝謝你今天很精采的演講 我們學到很多事情 針對你十個point 我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 你說台灣應該關心中國的民主化 我不清楚說台灣人要注意什麼 要做什麼 來關心中國的民主化 第一個 根據我的了解 中國很大 有東北新家 對 那這個民主化問題就很困難了 因為不同的地方的性質 第二個 中國文化都是太沉重了 太大了 都是吸收 改變外來 譬如說 蒙古人 建立元朝 結果被中國文化吸收掉了 美國的民主制度到中國會變成怎麼樣 這個都是未知數 可能會變成 就像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到中國 我想也是在變成 所以 如何關心 或者中國的民主化 這是 我的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說台灣的大學 老師的師資一個月六千多 台幣 我不知道他是工作一個小時 拿六千多 還是工作十個小時 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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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課老師 他是 只要工作一個小時 就可以拿六千多 還是他要工作十個小時 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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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思第一 有一個 功虛關係 就是說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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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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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現在台灣有大學太多了 招募到學生 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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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問題 台獨水泡論 台獨 台灣的歷史 幾千年前 原住民過來 在那裡深圳 住下來 但是呢 到十五十六十七世紀 才有外來的可進去 譬如說日本人 路過台灣海峽 經商 海盜 海盜的數量 我想是很多的 那海盜是 有 我能夠打倒你 我就搶你 我打不倒你 我就跟你做生命 所以 沒有啦 對 有機會主義的 所以我懷疑 我的DMA 一定是有機會 海盜的機會主義 所以台灣人 不要去打仗 為台瑜去打仗 台灣人是機會主義者 他要有錢賺 他就去做 沒有錢賺 他就不做 這個是不是也有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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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的第三個問題 應該是用來打 那就是 您的個人 打算 如果我的經驗 沒有太好 聯繫 所以這個就不太大 到第二個問題 就是 這些老師的心思 怎麼不一樣 我覺得 這個對我們也是 不公平的 我們做老師的心思 但是 按教育的規定 為什麽問題 就是因為教育的規定 小時候就是二百一廠台第一 就這麽規定 可是 怎麽會如此荒謬 難道我們教育上 就是上兩個小时課 你知道我們為兩個小時課 要背幾個小時課的時間嗎 我們每天都在上課 而且都是為了上課 做參考資料 所以我們是 每週七天 一天24小時的在做會 有工作 哪會是想著說 尤其像我們這樣 幾年都教一同一頓課的人 我們不能每年都教相同的材料 更是要想著哪隻去 這些都不算錢 都不算勞工 這些都不給我們報復 然後要按 我們站在課堂上的一個小時 來記 記心 這個意思本身就非常合理 所以這是我跟您做一個說明 我跟您做一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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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但是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我只能去記起幾個 比如說像台南其實有 非常豐富的NGO 非常豐富的經驗 從法國方世界開始 就記得 從環境保護 社會 社會等 教基金會等等 其實這些經驗 回答我的說非常重要 我在台南的時候 我有辦 中國社會 很多的中國社會 參加 我會跟他們檢察 去觀察台南的幾個東西 比如說一個是清大學 台南是清大學 很大的作用 類似這樣的經驗 傳遞中國的年輕人 我覺得就是很大的幫助 讓他們知道一個好的社會 應該怎麼去處理 這就是這個方式 當然比如說 好了 我們到成立支付也會 等一下 我們要去跟我們聯繫 好 好 等一下 王老師還要簽書 所以我們要留下一點時間 所以不問問題的 但最後兩個 好 有位民運朋友 在座也有一些民運朋友來 好 這位民運朋友 問問題 然後接下來是 這個主辦單位 人權協會 通例 接下來 等一下他先問 好 我們請簡單的問我 等一下等一下 謝謝 謝謝 黃燈教授 黃燈教授 我作為 黃燈教授 我作為 上海六四屆 學生運動的活動人士 我們在2015年 我們聚過幾次 你還記得嗎 跟沃鴻基 我想問的問題就是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 這個朝鮮半島的局勢非常緊張 發生戰爭的可能概率比較大 大家都讀大學了 這可能性由概率來衡量 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說 中共大陸的高級將領 包括領導人 他說如果美國打朝鮮 那麼 中共大陸呢 他就會用軍隊來 武衡台灣 那麼 因為美國呢 也很難在 兩個鑽場上 一副敵人 要一副朝鮮 要一副 中共打台灣 那麼我想問的問題 就是說 在這種 中共 武衡台灣的那種 壓力下 台灣民眾 是如何考慮的 他是不是會 加速 台灣獨立的精神 我動力就這些 謝謝 謝謝 首先 第一個 我們剛才提到 有人想說 如果美國打台灣 如果打台灣 那麼好 我覺得這方面 其實有什麼 我都忘記他試著 他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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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試著 高層 他試著 最近 對中國的壓力 對中國的壓力 非常大 這種情況 他要再參加一個第二大戰場 不是成功的成熟 所以要 那 甚至也會把台灣 逼到不像你說的 做燒 但是你都打到我們 他們的全部 那個政策 他都能夠成熟 我覺得 就取決於 中國要不要 武力打台灣 其實很差 一個好參與 還是台灣內容 比較低 如果 我覺得 共產黨 也是很 他要去算 其成本的一個政策 他要去算 比如說 如果有武力打台灣 他的那個成本 和追蹤的 比例是怎麼樣 你要知道 說武力打一個地方 最 成本的最小 就是那個地方 能夠迅速地 扶出去一個 合併的政權 這樣他不容易 在那裡打開 然後我們說 國民黨的宣布 就是接黨 或者在共產黨 軍隊的支持下 共產黨軍隊 國民黨的特色 都不大 國民黨的 如果台灣內容 有這種 如果台灣內容 才能夠大 也都能夠批倒 在民國最後一個人 那不可能 他不可猶豫 他就會覺得 這個大家大量 他能夠不一樣 所以 能不能保衛 他不被出貢 與心臟 關鍵還是在台灣人的事 台灣內部 只要有叛途 有願意投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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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 共產黨的大量 國民黨的肯定性 就會越大 他在那裡 變得肯定性 會越小 共產黨的大量 獨立性 會越小 這說得出什麼 成功的角度 可不得更多 我們大家最後 因為 我們朋友們的熱情 最後三個問題 請大家簡短 不用深處 因為王丹老師 你只要講問題 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 我演講實在太多詞了 老師 哈哈哈哈 謝謝老師讓我們了解中國的這些情形 那現在知道中國人現在很有錢 到世界各地旅行嘛 但是表現出來是不是不太好 那中國也經過一個文革 為什麼文革以後的中國老百姓還是這樣輸 那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在台灣的101大陸裡面 很多的武器都是紅色的 今天看到你這本書也是紅色的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也是紅色的 這是我的文革 謝謝你 謝謝 第二個 我現在帶來兩個人 完全比較忠意義 沒有啦 我沒有 我其實是 第一啊 這本書根本就不是我 是的 他就是編迪姆 他就是 當然也沒有咋的 我最終的編迪姆 第二 我其實是覺得 我們這些年代表我們 一起講這些東西 就是 最近聽到 這本書也是紅色也很好 我們沒有面子 我們在哪裏 就是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沒要穿衣服 因為剛才是新的 都不可能 哈哈 所以你教育的 是不是因為 這裁定 那裁定 我們不是說 螺旗上街 然後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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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乾脆就是 我最後覺得 我都不是常見過 你說 對 所以我可能 但我正不知道 他大概是什麽 所以這個的考慮 可能就是 吸引控制的那樣 光 這是屬於這 身體裡面 但是你們聽到 這個速度是什麽不一樣 其實現在 在三十年前 台灣人出來的美形素質 是怎麽樣的 聽說 我聽台灣人的寶貝 講 好 也是吵啊 吵啊 不叫啊 當然 中國的情況 有點嚴重一些 但是我覺得這裏的提起還是 我不是說 也要進行避免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每一次 我父母來台灣 本來就去武功 我媽 我母就是 中國國家部局 都不問 這些武功的 都在當院的派遣 就大吃一驚 整個入宮 全是中國人 大吵大叫啊 和那個 老乘客在這兒那兒 連我媽也扛過去 我這裏的提起 就是中共不是都這樣 你說 陸生啊 陸生啊 陸客總是這裏的提起 這是第一 我們就要去分辨 這些都不再要 第二 即使這些陸客 後來不久 怎麼會這樣 我母親講的 我覺得她有些道理 你看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 這些陸客 超便宜 就可以來的 零免費的陸客很多 其實來的很多 有時候在陸生 那些 大阿媽大師 那些大師 我可以跟你講 這個 在中國很全面的農村 他們在這裏 都不想打的習慣 就是隨便 就是大便 因為那個 憤性有利於土長的肥果 他很想 他真的就是習慣了 而且 絕對民眾這麼多 然後捉了 有何也隨便 他現在跑台了 你說他幾幾年 他們沒辦法一下 就過來 給婚姻 當然這時候 我還承認 他全都不肯定 這個我還是承擔 但我想 如果這個 還跟這個 就沒有關係 就台湾沒有這個 搞得這幾年 為什麼有改善 我還覺得 跟整個民主中文進度 是關係的 就是 它會不會使得 國家 或者人有農業感 就是不要的 在一個公共的國家 人是沒有國家的農業感 可憐的 所以他們無所謂 如果臺灣市場 還是有關鍵面 說我們實際兩面 可能是人有說 與臺灣這麼一樣 中國人民和國家 不一定會 人家提供 國家是政府 共產黨 人民是我們自己 所以民主主義中 將要把人民和國家 有所謂的 會有注意力 提高 政治人數 還有多種期待 做的 做得非常好的改善 我今天很感謝你 很難得有一個 知道中國人來到臺灣的社會 很感謝你 很難得有 在從中這樣 受苦難的人來 他們的臺灣相見 過去是很少的 第一件事 從事以後 你們臺灣民業的人士 可以安理 臺灣這裡 建立的基礎 連結在一起 第一件事 是 如果你在推行 對中國的這個民運動 我知道你是為中國 回美國來 不是為了臺灣 回美國來 你的印象應該是這樣 是為了中國 回到美國來 不是為了現在的臺灣 未來臺灣 回到美國 我知道 我認為是這樣 那我的問題是 第一件事 你希望我們在座的 未來這裡的 臺灣這裡的 為臺灣 打拼的這些人 要和 希望他們和 做什麼 怎樣合作 第二件事 在美國 很多人移民來的 中國人 近近很多 這些人 對中國的意思 和對臺灣的意思 的同情 不見得很一樣 你怎麼樣感受 讓他們來感受 對我們臺灣這一批人 一同認同 因為從此以後 以前我發現 努力的人 和臺灣的這些人 並不來往 那從此以後 開始臺灣 以後呢 演變的狀況 在華人的世界裡面 會產生很大的變化 那 這個你應該有考慮 怎麼應用他們 不要傷害到臺灣 謝謝 那第二件事 對於臺灣 和中國之間 未來的發展 一定會很大的摩擦 那 你怎麼樣幫忙 我們這個臺灣的未來 在你的角色上 我認為你是 未來臺 中國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那 你依你的影響力 怎麼樣 為我們臺灣 你也在當 當發了 那怎麼樣 幫我們臺灣做 當然我是很支持 我是臺灣的 可以 謝謝 好 好 那 我本身的問題 我跟在一起想好 我們是怎麼去 溝通這個 在臺灣的中國移民 的臺灣政策 這個我要先去報告 就是 我們回來 成立的這個知識部 今天就要死了 這個信用成立 這個知識部的 民間就叫做對話 中國 但我們強調的就是對話 這個對話 就是我們描述中 我們才想打的對話 我是覺得 包括不同的政權 對話 包括中西方的對話 當然也包括中國人 對話 我們這個知識部 雖然六月少年 我們現在已經 開始做一些項目 像昨天我們到 零碎 我們在各個大學 像我們在臺灣一樣的 臺灣政策的學期 都辦了中國沙漠 我現在在美國也是 巡迴全國的大學 辦了這個沙漠 這個沙漠 我們可以邀請臺灣同學 和中國同學 共同參加 大家一起考慮 臺灣的問題 包括中國 以及臺灣的問題 太多的人 在這兒講 我今天有效是忽悟到 我作為一個老師 我一表達成就說 我怎麼影響一些人 所以我們的事務 就想說 臺灣的案件一定的 佔領美國 就能開始對話 下次相互了解 這時候 我覺得這時候 我們要做的一件事 希望這件事 能夠促進 兩岸年齡之間的交流 我在臺灣做的 中國沙漠 其實算是 某種程度 達到這個問題 就是兩個人 學生可以在一起 可以討論 兩岸的各自的 所以這件事 我們會先做下去 第二件事 是怎麼拒絕合作 當我們 那你要問到 當我們覺得 我們這個制度 以後 需要有這樣的幫忙 如果有些 我們現在還要去對待 做法 這些事務 其實也都是一些 臺灣有長期的 一些網友 去支持和資助的 但如果有些網 真的是需要公開的 通過演講 通過三會員的同事 要是有一點支持 所以我們要去對待 中國的資助 也要去對待 中國的資助 也要去對待 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覺得 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 各位在中國的事實 已經非常確實 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大國 中國和美國 能夠相對的 影響中國的 其實就是美國 而各位就生活在美國 所以怎麼運用 你們在美國 超過幾十年 已經進行的 任務事 能力 或者其他的能力 去影響中國現在的政府 對中國的影響和壓力 這也是 臺灣人可以 從資助幫助中國的 一種方式 包括 其實像哈拉 這樣 我也跟他們有 建議 提出過這樣的請求 希望他們能夠幫忙 所以該做 其實可以做 怎麼做 還是有很多 都不知道 怎麼做 幫忙過去 北京的熱號 那個人還是 能力了 才能夠幫到大佬 所以 如果我這個是 中國的總統 之類的 那可幫到我才會 有很多 比如說 至少 不讓台湾不足 不阻擔 他們家人 但是 其實這些報告 他幫他們 真的 我覺得 就是 我最後還想要 剛剛 我跟阿拉 跟阿拉 跟阿拉 講 就是 做的 很短 因為 現在我有一個短的問題 我雖然是 成立說 反正在這裏 這是我個人的事業 從20年開始進行 而我個人的 情感性 來說 我跟這個水平 台湾建設器 非常辛苦的 這種連接 那未來的 實際上 都將在美國 不管是在 洛杉磯 還是在華爾街 希望美國 在這裏 拿五張辦的 中國人 能拿五張 你們的身心 我就會非常 能夠繼續 謝謝大家 好 我們最後 最後 最後 來 好 這就是 一個問題 他 我們招秀 他 不是 他 口罩拿 對 六四天 之後 台灣人很多 避不住口罩 有 台灣很多 所以妳反過是把妳拿到偶像 現在看到 那 現在問妳跟莫甩 剛剛其實 有點沒意思就是說 以您的觀察 台灣政府被習 習是不是 嗯 就是態度 對台灣市人有效率 就是說 是要立要遠 或者是要強硬 劃清拣選 或者是多無貧 對台灣的設計給予利 那請教您 謝謝 謝謝大家 大家就開始講 恭喜你們 我其實覺得 蔡英文總統作為前任的委員會 小生通過的家人 我跟蔡總統都知道她的基本的理念 是不會調整之關的 她是希望她能夠保持一個分隊 甚至相對於蔡總統 我覺得這一點 我實在跟妳解釋 大概是我們大家都認得著 所以我覺得蔡總統大概 就是我來講蔡總統 跟蔡總統做的一個觀眾 對流動內部的情況發展 不是這麼了解 所以我也想蔡總統對習近平 她這個事情說好聽的話 但是習近平也就過利也絕對別的 但是她的第一次習和諸葛 是一個期待的 能夠對大為人的 主義的主義 絕對有一個期待的 主義的主義 絕對不會 絕對出現現場所支持主義 接受所謂的主義 否則絕對她就是不會 適合下的主義 那妳不信蔡總統怎麼面對習近平 我覺得 有兩個一個 我可能建議說 應該是非抗 就是妳所謂非抗 就是妳當一個 妳去挑釁她說 我就是要消滅妳 她的主義 這話不是由蔡總統說出來嗎 但是也沒必要 因為 固執到 不足夠高興 而不做的一些事情 我們其實有注意到 蔡總統上來的之前 分身公益社會的連結 包括跟我們在臺灣 成立的華人組織院 包括其中的非常密切 可是當時 她是少下中國民主的私人 當然就是不認得 對蔡總統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恐怖病 所謂不歸不看 就是妳不能 妳交通也好 或者是話 都要顧及到 對方的問題 妳是平等的 她能不能去 去遷就 極致主席 所以這是我 這是我對蔡總統的建議 另外再一個就是說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中國和臺灣 再來做這個國異 這是整個世界的特殊問題 所以美國和日本的 在臺灣對臺灣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 在這個公益 其實花很大的精力 去通過各種管道 成分中共 做這個良性活動化 把握花很多的福利 跟很多人 做這個生物的合作 那可 OK 好 最後 我們跟問題的到此結束 但是 今天非常熱烈 有一位 基督徒 我想 她是非常虔誠的 一個基督徒女士 她傳了一個條子來 我再訓練一下 王丹老師 我知道妳對臺灣 民眾欣賞 愛臺灣 比較有講話 忠告的權益 因為她用權益 譬如說我判斷她是基督徒 請妳代表我們 幫臺灣民眾欣賞 把這些 妳這些 十點的意見 轉給蔡總統 對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先說 我跟這個講 我也是給蔡總統 全發表的英國人報告 好 那蔡總統 你還是把貨長說 他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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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看 那他跟他跟他 OK 我們基本上 我們結束 就開始簽書 對